給你肉肉 沒有調味的地方 吃這邊 這邊 沒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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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 我覺得他今天開始愛我 從我午餐給他吃 隨便肉 對 之後 好吃 好吃 我想看幾了 那麼快 才一下 好想他喔 他現在是濾館 我是一個 很容易戀家的 我平常很少往外跑 那拍戲怎麼辦 就會很想回家 真的假的 那是因為看一集不在你身邊 所以你會想家 我覺得有可能 對 如果看一集就跟你一起到 就是去現場拍戲 過很久的地方就還好 嗯 應該是 對啊 或者說我是一個很需要 待在我習慣的空間裡面 其實 是嗎 所以我旅行啊 什麼什麼幹嘛的時候 我都會偏偏焦慮型的人 真的假的 嗯 就我旅行前一天我會睡不著 就像我今天來的前一天我也沒睡覺 是喔 嗯 為什麼 焦慮 嗯 就是一個對未知的地方會害怕 你不會嗎 不會啊 好好喔 沒有 就是 你要知道你 你會即將面對什麼 如果你已經知道是什麼 那就比較不會怕了 嗯 那你人生有遇到真的很低調的時候嗎 心情上 嗯 嗯 還我覺得你不太會啊 嗯 消化完就好了 不用一直刮在嘴邊 嗯 然後講出來就不帥了 蛤 原來是因為帥不帥的關係嗎 這很重要耶 蛤 你知道是什麼嗎 為什麼 你知道我們是演員 嗯 我們是職責 我們是職業 嗯 就講故事給人家聽 嗯 所以你講了太多 你自己的很多事情的時候 如果你講太多 可是觀眾可能會把那些東西帶入到 哦 就是如果你說 哦我最近很常去 對如果那個set 就是那場戲或怎麼樣 有一點點 沒有辦法讓人家 完全入戲的時候 其實它會變成是一個很致命的 跳戲的原因 嗯 我就是有點跟你想一樣 就是如果今天 我到了這個環境 然後可能 比我辛苦的人 很多 然後可是我一直展現出那種 怎麼樣 我就覺得這樣對 那些真的在辛苦的人 很不好意思 這樣 我應該很在意別人 怎麼看 我很在意別人的感受 嗯 就不想要讓人家覺得不舒服 還是說什麼怎麼樣 那如果大家覺得說 他們覺得很累 你還在那邊嬉皮笑臉 我就會說辛苦了 哈哈哈哈